今年有不少香港人都有興趣移民去泰國或馬來西亞 其實這兩個國家的移民條件和適應日常生活方面 有什麼不同呢? 泰國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其實傳統的配偶、工作、投資、做生意、簽證都有 只不過最容易得到的就是退休和一個叫做投資移民 退休而言你只需要給80萬元做定期 然後每年恢復一次 即是說你80萬元永遠放在這裡 你就永遠有這個退休簽證 但你不可以工作的 你又沒有福利 就像第二家園一樣 純粹讓你在享受你退休的生活 如果我退休我想去開餐廳 可以嗎? 那你就要申請一個叫做投資簽證 或者叫做business visa 容許你在泰國當地做生意 當你有這個business visa 你的退休就會取消 大吉利是你生意做不到的 那你就又拿回一個退休的 退休的那個你是不能帶配偶和子女的 那就是逐個人頭計 先生80萬元 太太也有80萬元 那其實泰國的移民可不可以拿到泰國的護照呢? 如果你申請1000萬元的投資移民 即是在泰國賣樓 做定期或賣國債 你是有機會拿到永居的 因為泰國政府每年的10月到12月之間 它是開放被人申請做永久居民的 只要你投資1000萬元投資了5年 又在泰國連續住滿了5年 那你就有資格提出申請 每一個國家有100個名額 滿了就壓滿即止了 所以他們自己去篩選一些 認為適合的人 或者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1000萬投資對國家也挺大貢獻的 所以機會也有在 當你拿到永居的時候 你可以買地 因為泰國不是永久居民 你是不能買地 只可以買condo 你可以買地 可以成為公司董事 也有多少帳數 當你在泰國連續住滿10年之後 你就有資格申請泰國護照 很多時候大家聽到 要10年後才拿到泰國護照 很廣場 其實很多外國人 拿了PR就夠了 因為你拿到永久居民身份之後 你已經可以買地 因為泰國不是永久居民 你不可以買地 你可以做泰國公司董事 而且如果你拿著一些非移民类的簽證 或者並非是永久居民的話 每年你還要去renew一次你的Visa 有些人都覺得挺煩的 很多人盡量希望拿到永居 但是很多人都未必真的會拿泰國護照 因為他本身國家的護照 他已經覺得夠用 那他就可以了 但問題就來了 你做什麼生意都好 因為你是外國人 你必須要有本地的股東 股權的比例 有些情況下 可能他要求本地的股東 總之五十一%都不奇怪 第二 必須要一個泰國公民做其中一個董事 為什麼呢 這是他們的早期保護主義 遺留下來的法例 所以如果大家想做生意 你就要比較關注你的控制權 和當地人 找到一個好的合夥人 某些行業是不會讓你做的 例如媒體、娛樂 比較敏感性的行業 有些行業 如果你想拿到Business Visa 你必須要投資某一定的指定金額才行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做生意 請你們去調查清楚 最好為一個光帝的律師 給予一個非常準確的法律意見 泰國其實這幾年出了一個很特別的會員制 叫做Tai Elite Program Tai Elite 中有很多不同的會員 最受歡迎的是五年制和二十年制 五年制的主要是你自己的 五十萬匹是五年制的 二百萬匹是二十年制 但如果你有配偶和家人 每一個人頭就多一百萬匹的會員費 但會員費其實有很多好處 譬如我們下飛機 人山人海排草場龍 你可以有專屬的櫃位 不用排隊 有專人帶你過關 還有下飛機有專車送你回酒店或家 每年就要包十次或二十次的 Golf或Spa 視乎你參加什麼行業 還有你知道 泰國無論你做什麼簽證都好 外國人每九十天都要和移民局報道一次 你知道移民局也是人山人海的 它有個專櫃的服務就是怎樣 你打電話給Tai Elite的公司 他就會幫你約好移民局 到時都可以直接去到櫃位 辦完你就立刻就可以了 即是說你突然變成一個上等人 包括你要去讀書 做生意 申請工作簽證 都會有專人去負責幫你做 不需要自己煩惱 大家要注意 Tai Elite也好 它都不是一個永久居民 或者一個移民的簽證 它都是一個長期居留的簽證 只不過你給了這個會費 它給了很多特別的服務給你 所以我見過有些人申請Tai Elite 說我是專貴的泰國居民 對不起 你不可以用專貴的泰國居民 這件事 退休也好 Tai Elite也好 嚴格上你不可以工作 如果真的有人聘用你的話 你就要另外申請工作簽證 如果你想真的在泰國做生意 你就要投資了再申請 business visa 但Tai Elite的特點就是 有專人會協助你這套商務簽證的手足 退休也好 Tai Elite也好 它和第二家園都一樣 它都不是一個永久居民 它都是一個長期居留的簽證 所以如果政府發現你有什麼不法的行為 或者你有什麼不妥當 它隨時都可以不讓你入境 想好一點的service 那你就加入Tai Elite 但你說不是 我得好有限的資源 我又想留在泰國居民 那你就用退休 80萬匹那個 那你錢一樣 但其實你的80萬匹 你不可以拿走 一拿走就沒有了 等於沒有了 不過你有息的 也有4-5厘息的 一年多 但你無論Tai Elite也好 退休也好 你都要額外另外拿 準備自己的生活費 如果真的想嘗試在泰國 適合收入住 大家應該去讀泰文 如果有泰文學校修理 你就可以拿一些短期的讀書簽證 讀得好你也可以去大學 或者一些專科學校讀書 所以其實泰國也是有學生簽證的 那你拿到學生簽證 你就在那裡留 有學校修理 你就繼續在那裡延期 我認識有些人 都在那裡住了3-5年 用學生簽證 我有些朋友是飛去泰國 自己做老闆 或者是有人請了他 他又拿過工作簽證 其實泰國拿工作簽證 相對來說 比馬來西亞 比較容易 因為泰國對人才 各方面都需求一點 只要你跟英文有關的 真的比較容易 記住所有泰國簽證 你走的時候 你一定要跟他申請 Re-Entry Permit 否則你就不能回去 或者簽證的時間會斷了 如果你長期在泰國住 你每90天都要去移民局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每一年都要Renew 所以你要檢查清楚移民的條例 其實在馬來西亞來說 我們有兩大種類的移民 第一種就是 你轉不到永久居民 即是我們現在很熟悉的第二家園 第二種是有機會轉到永久居民 譬如是跟當地人結婚 配偶 投資200萬美金 政府認定你的專才 最後通過一個計分制 即120分入獲得60多分 第二家園有分兩種 50歲以上和50歲以下 50歲以上就是 你必須讓他看到有35萬馬幣的銀行存款 去到馬來西亞就存15萬馬幣 進去銀行作定期 一年之後 你可以拿5萬元出來使用 即是繼續存10萬元 如果你是50歲以下的人 你必須讓他看到有50萬馬幣的銀行存款 在香港 接著月收入也有1萬馬幣 去到馬來西亞 你就要存35萬馬幣 在銀行戶口 一年之後 你可以拿15萬馬幣出來 在教育、賣樓等方面的花費 餘款就要存進去 無論你是50歲以上 50歲以下 他給你的簽證 即是10年的簽證 10年之後 你就要更新的 而且在這10年內 你必須要保持存款在銀行 屬於所謂存款在 身份在 存款不在 身份就不在 但無論你更新一次 兩次三次 你都不會有資格申請名據 第二家園的優點 就是他真的手續比較簡便 以前三四個月就搞定 你知道最近比較特別 申請的人比較多了 據聞可能要等9個月才拿到 對背景的審查 相信最近比較緊了 但是他依然是 這麼多種非移民簽證 長期居留簽證 手續比較簡別 成本比較低的方案 其實還有一個特點 馬來西亞 你可以帶上配偶 還有21歲以下未結婚的子女 如果父母是60歲或以上 你可以包括父母在申請中 譬如有時候有很多朋友 在香港用開費用的 或者外奴 他們可能習慣了自己的小朋友 想帶他去 馬來西亞政府也容許 這個第二家園裡面 它有很多 Tax Incentive 譬如買車 進口的車 或者海外的收入 它不需要你打稅 其實都有很多好處的東西 第二家園 你不可以做事 但如果真的有人請你 你可以和政府申請工作簽證 那給不給就是另一件事 但你可以做生意 他們很鼓勵你做生意 還有你做生意 或者投資 都有一些優惠給你 那你就要檢查清楚 有什麼優惠 因為馬來西亞政府 經常都會改例 當然 如果你在馬來西亞生活 有一個馬來西亞的律師 和你配合開的話 你會安全很多 其實馬來西亞做生意 說難不難說容易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回教國家 所以你要對回教國家 當地的法律要很清楚 例如你做飲食 可能有些食品你不能賣 但是馬來西亞來說 是算這麼多的回教國家 最開明的一個 所以擔心應該少很多 你說真的在當地做生意 我也有見過 有些朋友做一些食品的出口 例如出口榴槤 或者做一些水果的進出口業務 有很多人開茶餐廳 所以你看到KL 或者馬來西亞多了很多茶餐廳 餐飲業都是很多香港人會做的 或者在網店 做生意不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 只不過有很多人去了 好像很悶沒有工作 不如找一些小生意做一下 當你開公司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某些公司 必須要有馬來西亞本地人 做董事理才可以營運 例如你在外國買貨要付款 因為馬來西亞都有外匯管制 所以對外匯有匯款 都有一定的限制 可能要提早安排匯款 或者要了解手足如何做 第二家園 我是否一定要找政府指定的 第二家園代理去申請 其實如果你看回政府的法例 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找代理去申請 或者自己提出申請也可以 但是自己提出申請 你就要給政府一個 安全保障政府 這個安全保障就是 好像一個擔保費 沒有事就退回給你 有事就會沒收你 如果大家不熟悉馬來西亞的法例 或者那個環境 找一個代理幫你 是比較好 為什麼呢 起碼地頭從什麼都比較熟 有時候馬來西亞公民 會用馬拉文的 那你也挺是夜的 你不懂馬拉文 又要找人回家又要做 所以其實給少少錢 買一個很大的方便 都是值得的 它又沒有什麼復位 說真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你是十年renew一次 如果沒有一個情況 政府改例 十年之後沒有了第二家園 或者禁止了 你就可能一家大小 要回來香港了